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三庄嘎 今天想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 新几内亚的 食服 中文叫宽口食服 但我喜欢叫它 纽给你 你看这个品种是比较好的 它是直挺的 这个花 我前段时间拿去 担鞋参展的时候 它是得了第一名奖项 你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盆 这盆 这盆花倒开了蛮多的 基本上都开满了 但是这个花不好的原因是 它没有直起来 不像这盆 你看花是看着你的 这盆是头低下去的 除非你挂这样 你就能看得到它的 画形 评委也说 这个花 其实很好看来的 它杂交只是说 交配的时候呢 就是交配错了 不应该拿的 两个都是低头的 就是应该要拿一个是 抬头的和低头的 这样子去交配 交配出来的呢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滴下去 等于是看不到它的花 评委说 这个花形很好看 纹路那些都很清晰 很清楚 可惜的就是 头低下去的 所以这盆兰花是 没有拿到奖项 只有这盆 拿了奖 但是这盆兰花的味道 很清香 特别是白天 它那个味道是香甜香甜的 很舒服的感觉 其实也蛮值得拥有的 这一盆兰花 能放的室内四个月 都有香气 是不是很值得拥有的一盆呢 就是 所不好的就是 头低下去了 抬不起来 再给分享这盆 Microchip Microchip这个也拿了第二名 这个 其实是迷你型的 花开的蛮多的 花也很漂亮 花形也很好 它是拿了第二名的奖项 喜欢这样小小个的 很好 很好管理 其实这个 牛基尼的呢 其实很好管理 它不太喜欢阳光的 就是因 还有就是水 要给的蛮多的 它的水 要的 要比其他的 兰花要多 接下来在下一集呢 我会着重跟大家介绍 文心兰就是 怎么样子去在全阳的地方 怎么样子去呵护 这集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期待下一集 我们再会 谢谢 呢 做 你 非常 是 谢谢观看